守住就不要放了,買了房子就在這裏 大概是這樣,這個問題是說 你迷信暴力救市 最後一定是失敗收場 你只能夠買得短期內的希望 這個短期的希望就會有一個短期的繁榮 騙到人 長遠來說,救不到的時候 會對市場,對中央政府 對你的威信徹底幻滅,甚至絕望 尤其是賣了房子的人 賣了房子,然後輸身家 輸身家就絕望 更加不生孩子 長遠的經濟,需求更弱 其實就是一個惡性循環 現在不僅僅樓市和內房 不僅僅樓市和內需 今天公佈9月的出口 只有2%增長 CPI,PPI都熟了 出口2%增長 你想一下,現在經濟有三頭馬車 內需、出口和政府支出 你是靠政府支出 你是靠政府使用錢 所以大家對政府 有這麼大的期望 但內需和出口 都在衰的時候 內需就不要說了 甚至是站在這個通緒邊緣 否則香港人不會消費得那麼爽 其實香港也是這樣的 現在出口只有2% 你5%增長 5%增長 今年增長目標是5% 內需差不多是零 內需的增長差不多是零 然後出口是2% 如果計算前年的話 過去一季是零射差 9月是零射差 9月通縮 你怎樣才能給5% 政府再用多些 政府再用多些 政府再用多些債 然後透支得更加厲害 最後一條錢 9月PPI-2.8% 還高於預期 你長遠來說 你沒有新的希望 尤其是 最主要的希望就是體制改革 體制改革 尊重民企 國退民進 政府再給予積極性 給市場 但你現在又要罰多些錢 罰多些錢 那些人更加躺平 是吧 但不重要的 今時今日我們都在說 很多香港人就是在吃這個 大陸經濟不好 越不好 越可以在那裡享受便宜的東西 反過來 現在陳茂波都在說 一小時生活圈 我搭黃江巴塞 四十多元大問題 我可以享受到 什麼 山武超市 那些 你很多東西可以 一車一車的拿回來 甚至 剛剛我們check room 裡面的網友都在說 實惠都在懷疑倒閉 真的 你現在有什麼華潤系 華潤堂 邮購 還有什麼 央企 國企 華潤堂 華潤 邮購 還有 大昌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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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在說 因為 阿希比 分享 你一件事 就是 當你實惠 說完 週年大減價之後 突然之間很詭異地說 多謝各位多年支持 實惠都在倒閉 是啊 是吧 輪到實惠倒閉 這麼大問題 是啊 剛剛我們在做節目 講講陳茂波那時候 那時候呢 就開這個鋪的 你計算那個時間 啊 喂 應該開心才是 那實惠有幾間店鋪啊 實惠如果撿了十間的話 應該會開十六間 應該有人 一雞死一雞明 我不太記得實惠有幾間店鋪 嘩 大佬 網店獨家 再減一百 最後兩小時 全部都一天裡面發生 又抵到瘋 哈哈哈哈 很多人就說 是否懸無意外 是完結了這個優惠 所以他才這麼說 就倒閉了 老闆瘋了 突然間益大家 益用家 突然間瘋狂五折這些 五折還半價 蝕入獄的 那些 感覺就像倒閉準備 然後完結之後 這些散貨 要錢不要貨 十九元買行李箱 二十串行李箱 不是吧 行不行的 二十元買一個行李箱 半價 你想一下 平時的margin多少 有沒有一半 枝華氏梳化多少錢 真是很划算 很吸引 全部都去到 濕到55% 這樣突然間就說 多謝各位多年支持 是的 這句就最詭異 完結了優惠 就說 所有優惠已經結束 多謝大家支持 應該要這樣寫 你小片突然間 寫一句 多謝各位多年支持 那你給人的感覺 就是散貨完之後 就 是的 星期三 施政報告的封面 都是綠色封面 完成歷史任務 可以結業 打算收拾 哈哈哈哈 這個 我們聽眾 收拾十間 開十六間分店 是吧 收拾完十間 然後開第二個排頭 是吧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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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叫實惠 叫什麼 抵買 Google 什麼 顯示只剩九間 九間 是啊 那要乘回11.6 是吧 收拾了十間之後 如果收拾了九間 開回14.4間 哈哈 你看一下 現在 先問一下公司註冊署 是不是多了十四間 的註冊公司 會不會 是吧 這樣可以 其實可以